小伟和各位同学好 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么一段时间 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历史精神和诸位做一个交流 根据领导的安排意义 我写过三本西方史学史的著作 一本就叫西方史学史 由高教出版社出版 这是国家这个统一 就是十一五十七五的 就是国家五年计划的这样一个教材 高教社出版 还写过一本西方史学思想史 由湖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所谓选修教材 另外还写过一本二十世纪的西方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要是武大它有一个实验班 它除了用英文教材 还应该有一本汉语 汉文汉语的教材 就是这本教材 这三本教材里面呢 这个 我都想写到历史精神 都想当时都考虑到这个问题 但是真正这个 这个从文字上形成历史精神这样一个 一节或者一章 仅仅是在西方史学思想史里面谈到 我这个撰写或者主持的这三本作品里面呢 有两本没有写 有两本没有写呢 我想并不是我懒惰 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更好 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这个在西方史学思想史里面呢 从思想史的层面上 对历史精神做了一定的这个解释 一定的这样一个阐释 但是我想就从我自己来讲 也不满意 也是一种常识 这个 小北跟我说呢 我们有这个西方史学史 这样一个专题讲座 一共有五位老师来讲 看看我能不能讲 讲哪个问题 我想呢 还是把这个 历史精神这个问题 来谈一下 所以谈这个历史精神呢 我有这么两个考虑 有两点考虑 这两点考虑呢 不是跟大家聊闲天 而是和我们这个讲座的内容呢 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个是我经历的一个事情 在北京 世界历史研究所 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 我们 交流完以后 这个 正题已经结束了 在这个 喝咖啡的这个时间呢 闲谈的时候 谈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 台海危机 就是 不得不出现无从 来解决台湾 把台湾回归自己的 这个 这个祖国 讲到这个问题 美国会有什么反应 当时 闲谈嘛 这个 谈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 这位美国教授他讲的 他说你们这个英文讲的很记得 但是你们谈的这个问题呢 却 非常憋脚 因为你们对 美国的 文化和美国文化中的历史精神 似乎太陌生了 你们如果多少有点这方面的知识 就不会这么来 提问题 不是问美国他是不是会干预这个事 你们就会问 美国会以哪一种方式 以多大程度来干预这个事情 他不会不干预 我们说为什么 霸权主义 他摇头 强权政治 他都不成 他还反复讲的 就是这个历史精神 Historical Spirits 这么一个词 反复谈这个词 所以在西方的这个 我的标题呢 是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历史精神 还不是西方史学中的历史精神 什么意思呢 就是历史精神 这个 这个概念 就 Historical Spirits 这个概念呢 就和Glub Glubusation一样 是一个 频率出现很多的一个词 是一个积极词汇 是一个热词 是一个 它不仅仅是在历史学里面 有这个历史精神 更多的是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科学 各个领域 它都存在着这个 这个一个历史精神 也就是说各个学科 从哲学 从经济学 从法学 从伦理学 从各个学科 它都可以对这个历史精神呢 进行诠释和解读 我们今天晚上呢 是从西方学术话语中的 谈这个历史精神 但是最后 要落到历史学 因为我们毕竟是史学工作者 我是个历史系的老教师 诸位同学呢 是历史系的 在读的 这些年轻的学生 同学 历史精神这个词呢 它不仅仅是 一个局限于历史学的一个术语 不是这样 如果要是这样呢 我们就好 在以往的教科书里面 或者以往的这些个教材啊 或者 各位老师的著述里面 会 反复出现这个词 但实际上呢 我找到 我看到呢 就是 专门讲这个 西方史学的历史精神 这个话题呢 非常之少 不多 或者是 有时候 基本找不到 而且我有时候找到一些个东西呢 和我们 和我们跟这个西方学者交流过程中 他们所讲的这个历史精神 好像又有出入 也有一个比较 甚至比较大的出入 尽管如此呢 我想我还是 要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因为下面呢 我们还有 试试讲 还有几讲 这些个老师们呢 会从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 这样一个 历史视角 来谈美国的 这个史学 给大家史学史的知识 当然这个史学史的知识呢 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我就看了看 那四个 四位老师讲座的标题 都很吸引人的 是吧 既是历史的 又是现实的 既是理论的 又是实证 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今天谈一谈 那个历史精神 不管谈 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它 我觉得对于 学好 或者理解 更好的理解 后面的这几个问题呢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帮助 应该是有帮助 这样为了谈这个 讲这个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历史精神呢 尽管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但是呢 在西方学术中 还不仅仅是单纯历史学中 刚才我讲 是一个积极词汇 是一个热词 是一个渗透在 历史学以外 或者当然包括历史学 也包括历史学以外的 各个方面都讲这个历史精神 美国 作为西方的大国 它这个国家呢 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就这个国家 它不设文化部 它没有文化部 但是呢 不等于它没有文化 或者是清水文化 恰恰相反 它没有文化部 但是它 国家政治经济 军事生活 各个生活的各个领域 都有强烈的 这样一种文化的战略 都有文化的色彩 和文化的内部 它不是不重视 恰恰是正好相反 所以这个历史精神呢 它不是历史学的一个 专用的一个术语 但是对于历史学 对于了解西方史学史 我认为呢 恰恰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有助于呢 我们理解 西方史学中的所有的问题 这是一个基础 这是一个必要的 这样一个准备 就像我们 比如到操场 到运动场 参加这个 这个田径运动 你首先要热身 要活动活动 这个历史精神的了解 就是属于热身的这样一个范畴 你总之要了解 田赛竞赛的规则 不然的话 不管你这跑啊 还是跳啊 还是投掷啊 都会出现问题 是吧 我想这个历史精神呢 就是它基本的 这样一个基础的基础 为了谈这个问题呢 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来讲 我们要谈到重点呢 在第三个问题 就是历史编达 与社会发展 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历史精神 但是为了这个完整的历史叙述 也就是我们 作为历史系的老师和同学 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无论分析什么问题 都要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对于任何问题的认识 最后从历史的分析入手 所以呢 西方史学思想概述 尽管我们都很清楚 我想呢 还是把一些关键的东西 一些必要的东西 简单的来提一下 这个当然不会用多少时间 西方史学与西方学术文化 这是在西方史学思想概述基础之上 要谈一谈 西方史学 与西方社会的 这种直接的 或者间接的联系 当然这个我们要简单的 来回复一下 也不会用多少时间 关键呢 就是通过一二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准备 我们呢 来把历史编则 以社会发展 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历史精神 来做一个必要的解读 这个Historical Spirit 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 你查他 百科 没有 没有 因为最近那个历史 也就愿意让我写一篇 这个历史 历史思潮 这么一篇论文 我就告诉他 美国百科没有 英国百科没有 法国的西班牙百科没有 中国大百科也没有 但是 这个历史思潮呢 又是一个 几乎每天都见到这个词 为什么这些百科 他都不收这个词 那就说明这个词的奇异性 非常之大 大家在认识过程中 关于这个 历史精神也是 一样 虽然在这个 在一些文献 一些个百科词典里面 对他的解释 很少 或者是 其一分成 但是这确实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就是想 想强调 这样一个问题 为了把这样一个 不好解释 但是又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能够为同学们 学习西方史学史 提供一些个必要的方便 或者是提供一个 必要的一些个路径 所以我就采取这样一个办法 这个也就是恰恰呢 要发挥 历史学的学科特点 我们把所有的问题的阐述 都建立在 实证的研究的基础之上 用史实来作为他的这样一个基础 也我想这也是中国史学 不管是中国的传统史学 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共有的一个 这样一个优点或者特点 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做到 论从史处 我们的论点 要从考试性的 实证的 历史过程的这样一些个 具体的材料中出发 不是空泛的 不是这种主观一侧的 不是那么一种 这个 纯粹从逻辑到逻辑 从概念到概念 从范畴到范畴 这样一种这个归纳 不是这样 这样我可能效果好一点 正好最近呢 我看到一本书 就是上海这个三连书店 出的一本书 它是牛经历史学著作史 一共五卷 实册 这个上海的三连书店 印的书历来是很漂亮 这个书同样 印了诗本 金庄本 新的第五卷的下册 这个 它里面呢 引用了我20年前 那就是2003年的 一篇文章的一段话 而且呢 我想它没有读懂 它这段画面没有读懂 所以这个 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呢 我就想呢 就按照它的英文来翻译 我这个报纸 20年前的报纸 影音件 这个有 我可以把图片给大家看看 但是它没有读懂 恰恰它没有读懂 我认为是正常的 为什么是正常的 它没有读懂 而且它有些东西 它是读读 为什么我认为它是正常的呢 我想这个就是 从某一个方面 来解释 什么是 historical spirit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讲 我把那个材料 也简单的整理了一下 所以这样呢 我想呢 是因为我们把一个 这个 非常 广泛 这个 会遇到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又是 其意分成的一个概念 尽管它谈的是 历史精神 但是在历史学的作品里面 几乎不谈 或者很少谈到 在这个方面 刚才我同学讲了 包括教育部 给我安排的 这个 这个 西方史学史的教材 我也没有谈 是吧 我写了三本书 主持了三本书 只有一本谈 这个谈到了 这个历史精神 刚才我也跟同学讲 因为小伟 我们也非常熟 说他做学的时候 我们就累 他也可以给我 证明我不是懒惰 我是实实在在的说 不知道怎么要 谈得更好 特别是把他 落实生文字 写到教科书里面 这样我的压力就更大 但是我们做一个 想做一个交流 特别是我来谈一谈 这个可以更广泛的 征求 年轻同学们的意见 听到大家的 这一个不同的反应 我这个倒是个好机会 是吧 这个跟写成文字 写到教科书里面 那完全是两件事 以上呢 就算是开场白 也是呢 我对这个 我们这 为什么 这个我们 今天这个 想做标题的 这样一个 解释 首先 我们 把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 讲这个问题 做一个 简单的 概括 下面呢 我们就按照 刚才我们谈的 这个 为讲好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做一个必要的准备 这个准备呢 就要把西方的史学思想 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然后把西方史学和 社会的关系 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分析 这些问题呢 因为比较 熟悉 我想同学们 在本科生的时候 都已经非常了解 但是 我们就不多说了 一再而过 但是把它系统化 因为西方史学 这个 我们总是把古代希腊 这个古代罗马 联系在一起来讲 实际上呢 讲古典文明 讲西方的文化 要从古希腊开始谈起 如果说古希腊 是西方文化的源头 当然它也是 西方史学的源头 因为史学呢 是文化的 一个最丰富的 最集中的 最精彩 最让人激动的 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西方史学呢 它的源头 也是在古代的希腊 古希腊的史学 应该要说呢 开辟了整个 西方史学 发展的一个道路 提供了这样一个路径 所以西方的史学里面 有这么两个问题 我们想提出来 第一个就是历史 西伯和战争史 这个西伯和德 在这本书里面 它开闯了 或者提出了 史学编短的目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 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它是一个基础 这些个在中西方 它有共同的内容 可以找到它的同心源 这说明 所以整个人类文化的一种 共性 在中西方 在史学的源头 应该得到所证 因为史学呢 它一个是训事 保存人类的工业 记住职责 赞叹的丰功伟绩 知道历史过程 所以发生的原因 也就是 它有一个训事的功能 这个功能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 有不同的表现 有不同的写法 有不同的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功能来说 我觉得 记住这个问题 是重要 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我想呢 一个要注意的 重视的问题 也就是 也说 也就是和我们今天 学习西方史学史 有密切关系 就是修习体责的 这样一个 开展了西方史学信史 这样一个先河 信史 粮史 这个历来呢 是中外史家的 共同的追求 但是呢 不同的时代 对于什么是信史 什么是粮史 都有不同的解释 这个完全正常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 应该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一些个违线 是从修习德 来开始 他呢 就要 开始呢 把圆和神 做一个划分 实际上 划分的清楚不清楚 那就 那是另外一码事 但是他去致力于 做这个事情 苏联集体之前 有一 我到这个 苏联科学院出差 出差之前呢 北京师范大学 的教授 叫曲林东 搞中国史 他呢 托我 给苏联科学院 这个东方学院研究所 一位教授 叫Metkin 这么一位教授 带去一本书 关于司马迁的书 所以我这个 到莫斯科出差的时候 抽空 到了苏联科学院 东方学院研究所 Metkin的 这个研究室 我到 他呢 说是这个 今天呢 这个 你的任务完成了 是吧 我们的工作可以结束了 但是我呢 因为他的一个 很重要的任务 是研究中国的史记 而且他希望 他有生之年 把史记翻译成俄文 所以他邀请我呢 在 百忙之中吧 在繁忙的工作中 能够到他家去 他要 有更多的时间 跟我来谈一谈 所以我就到他家去 到他家去呢 他那个屋里面呢 有两张照片 这个相当近况里 一个是利宁的像 一个是司马迁的像 我到他家去以后呢 他拉着我 这个到司马迁 司马迁向前面 捂着他的胸口 他讲 说亲爱的司马迁 我心中的英雄 今天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你看看 你家乡的亲人来了 来看你来了 这个 在这个时候 在那天呢 他跟我讲了很多话 但是有一句话 我是记清楚了 他就讲呢 司马迁 可以认为是 科学历史学的 这个开端 希腊罗马的史学 他的地位作用 不容抹杀 这毫无疑 但是呢 是司马迁的作品 是第一次真正的 以人 以活生生的人 作为课题来展开 所以历史学的课题展开 而且呢 司马迁 的这个历史 这个史记 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世界史 并不过分 他跟我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呢 薛继德 虽然他提出来 粮食 信使 这样一个概念 提出来呢 要把神话的因素 从作品里面 提 这个 要清楚 实际上 做明做造 这是另外一码事 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 可以充分的重视 这两点我想呢 影响到今天 跟今天有关系 古代罗马的这个 这个史学继承了 希腊的这个史学 所以呢 在罗马时代 历史学呢 不仅仅是继承 而有发展 在罗马时代呢 这个 出现了通史性的作品 出现了这样一些个 更多的 把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 联系在一起的作品 出现了更多的 为这个政治 为现实的 社会生活服务的 这种 当代史的作品 这个 所以古罗马的这个成就 我想呢 我们应该充分的来 来这个 来估计到 这个时间我们 咱们就不做说 所以在这个 罗马的这个时代呢 就关于这个宗教神学 和罗马史学的关系 这个呢 有不同的见解 我想同学们 怎么理解 都可以 这个 我想呢 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 有论述 而且呢 这个从上个世纪 从二战以后 对于中世纪的 研究的进展 推翻了 很多 这些个 强加在这 中世纪的 这样一些个 从政治概念 出发的 这样一些个结论 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充分的来重视 而这些东西呢 一直影响到 这个今天 西方史学的另外一个 宗教的阶段 就是人文主义运动 这个 这个 文艺复兴 文艺 这个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 这个是成为 西游伟大 揭开了西游伟大的 这样一个思想解放 运动 实际的三个 三大思想解放运动 这个时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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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史学的发展 用我们 现在的眼光来看呢 它是 就是 不是一种啊 这个 按照立法的时间 这么一种 常规的发展 而是一天等于 一年 或者一年等于 二十年等于一百年 这样一个 跳跃的发展 极大的推动了 西方史学的发展 是西方史学 的一个重要的 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呢 不仅仅是 表演在史学上 因为这个 历史学的 人文主义 这个 或者宗教改革 或者是这个 文艺复兴 它所 带来的史学的变化 它仅仅是 其中之一 它对人的解放 对于为 新型的资产阶级 大踏步的 登上 这个历史舞台 为即将到来的 资产阶级革命 为即将到来的 这个 人类近在 社会的开始 为社会 为一个新的 生产关系的出现 为资本主义的 发展 这个 应该说 不管在思想上 还是在 这个 这个 意识 思想意识的 这样一个 解放上 还是在整个 人类文化 发展上 它都 起到了一个 冲破了 或者是 超出了 一般的历史学 范畴的这样一个 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呢 我想 二战之后 出现这一个时期 所以我们 在教科书里面 反复来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历史学的界限 变得越来越加 模糊 而到今天 这个历史学的界限 就更加模糊 对于中国来讲 最后我可能要谈到这个 对于中国来讲 历史学的界限 变得越来越模糊 和二战以后的国际史学 发展相比 应该是 慢了半拍 或者慢了一拍 但是今天 我们完全赶上 今天的中国史学 和这个 在国际史坛上 我们 可以完全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 这个作为 这样一个学术发展的中心 算是在中央 来尽情的 来发表我们的观点 我们不是旁观者 我们有解释权 我们有阐释权 我们有命名权 但是这个阶段 对于西方来讲 而是从三大三个几个一种开始 对于中国史学来讲呢 也是 直接间接的 也受到了它的影响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 西方史学发展史上 很重要的 这样一些的 内容 是吧 近代早期 主要是18世纪 西方史学的 形成时期 它真的现在19世纪 就19世纪 被称作 是历史学 或者历史学家的时期 古奇的那本书呢 那本 世界名著 19世纪的历史学 历史学家 那就是 记载这最辉煌的 历史学 从这个 以各种学科 参加在一起的 变成一个独立的科学 而且呢 它 作为 为以后的史学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而且它提出了一些个概念 一些个理论 一些个原则 一些个方法 尽管在西方史学发展 过程中 让人眼花缭乱 五花八门 但是它这个 19世纪所奠定的基础 并没有出现那种颠覆性的改变 所以 应该说呢 是 19世纪的 这些个成为 19世纪是历史学和历史学的世纪 而这个世纪呢 实际上是从18世纪 就开始了 因为18世纪的一个最伟大的 或者最 引人注目的一个内容呢 就在18世纪历史学观念 史学观念 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这些个变化 不仅孕育了 19世纪那些伟大的历史学家 伟大的思想家 这些个伟大的作品 而且呢 这些个影响 超越了时代 在今天呢 扔给我们 这样那样的企迹 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 转述 这个何兆武老先生 跟我们讲课的时候 跟我们 作谈工作的时候 反复讲的一段话 这个 我看的最近 很多同事 很多同学写 介绍何兆武的一些 重要的史学思想 非常好 但是还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漏掉了 再听我们提一下 什么呢 他就主要讲 18世纪 19世纪 这些个西方 这些个思想家 史学家 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成果 他们的实践 他们所研究的 这样一些内容 他的这些东西的价值 不在于他的结论 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 特别在18世纪 和19世纪上 西方的思想家 史学家 所提出的问题 他的价值 远远的超过了 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因为这些个问题 在当时的 这个思想家和史学家 所给予的答案 仅仅是 那个时代 所能够 所能够给予他的答案 不能够超越 时代的这些个局限 这个时代的局限 谁也超越不了 我们只能在 这个每一代人 在他自己 直接预造的历史条件 所允许 所给他的那样一个 因素之内 去完成 他所做的事情 最伟大的 思想家 最伟大的历史学 也如此 鲁迅先生也讲过 如果超越历史的局限 需要完成 实在没有给他 完成这些个 任务的这样一个 直接间接的工具 或者思想 最后人抓着自己的头发 要把自己 扔到月球上去一样 是十分可笑的 当然自然的 也是失败 所以18世 我们讲19世纪的 历史学历史学家 历史学的实际 要从18世纪开始讲 18世纪的一些个思想家 他的这样一个工具 我觉得 何赵武先生呢 非常简明额要的 就是 做了一个概括 就是他们提出的问题 远远就超出 他们所回答的问题的价值 而这些个问题呢 在当时 或者是没有回答清楚 或者是受实在的局限 今天 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益 而这些问题 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 需要做的事 确确确实 我们这一代人呢 所需要做的工作 这个是今天早期 这要一些 这个时间比较紧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19世纪了 我们品贵同学 你的那个 关一下你的音频 好吧 嗯 嗯 这个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跳跃来讲 把这个 我们就 早20世纪的新史学 20世纪的新史学呢 我讲呢 一般的我们教科书里面呢 总是从美国的 这个汤姆勋开始讲 现在呢 我们开始呢 这个越来越加重视 越来越加重视 德国的 南普利特 南普利特的 这些个 新史学的思想 应该说呢 是在某些个方面呢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个 欧美的史学界 给予了角度的重视 而在中国的史学界呢 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呢 应该说也是就从最近这 十年 最近这些年才开始 啊 因为呢 我们在学习 在研究的过程中 可以发现 啊 鲁宾避的新史学里面很多内容 啊 实际上呢 是南普利特的 啊 积蓄和发展 啊 而南普利特的 新史学呢 在很多方面啊 是 走到了 鲁宾避的前面 我们还 我们要把他 结合在一起 来谈这些个问题 而直接影响到 年间学派的 一些个东西 啊 以其呢 说是从 啊 鲁宾避的新史学里面 啊 受到很多 有益的启示 啊 同样呢 啊 南普利特的 新史学啊 对年间学派的 这个影响 啊 似乎更大一点 国内学术界有这么一个观点 啊 把年间学派呢 划到后新代的 这样一个 范图之内 啊 我想呢 大多数的这个 呃 从事呢 呃 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啊 是把 一定要划 划成一个 哪样一个发展阶段 啊 大部分同行呢 是把年间学派 划到新史学的 范围之内 啊 当然 也有人呢 把它划到这个 啊 或现在的这样一个 啊 范图之内 啊 但是这个问题 嗯 可以讨论啊 这个 也不必 一定要松松茫茫 做出哪样的结论 啊 存疑待查也 啊 也被 啊 也是 完全可以 啊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 这个 在教科书里面 啊 我们是把这个 年间学派呢 放在20世纪 欧美新史学思潮的 影响之下 来展开来 介绍啊 这个 同学们呢 也可以 这个考虑一下啊 究竟 怎么样来 更 更合适 是吧 因为这个 年间学派的这个发展 呃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呢 我想呢 我想呢 还是要从 年间学派的发展变化 来 来谈啊 不 不 不把对年间派的这个认识 停留在年间学派哪一代 领袖的 啊 某一本书和某几本书的 这样一个啊 固定的一个模式 一个概念之中去谈啊 因为它是个发展的东西 而这种发展呢 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发展 是在发达的啊 资本主义的核心 西欧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发展 而这种发展呢 又和啊 这个十九世纪末以来 整个历史学啊 所孕育的一些个啊 这样那样的一些个重要的变化啊 这个联系在一起 而第二次世界大学之后 而历史学的领域明显的扩大了 历史学研究的课题啊 急剧的增加 而历史学啊 所设计的内容 远远的超出了啊 传统史学的范围 因为最普通的话 最直白的话来讲 就是原来的那些个东西不够用 原来那些个东西回答不了啊 这些个啊 让人啊 或者是激动人心的 或者是眼花缭乱的啊 或者说是啊 日新月异的东西啊 已经不够用了啊 回答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历史学 二战以后的这个西方史学啊 出现了重大的这样一个传统啊 所以这个一系列啊 二十个三十个这些个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产生 啊 由历史过程的描述为主啊 到这个啊 理论的描述为主的这个转变 也是在二战之后开始啊 二战之后开始 而在这个过程中啊 民进学派啊 无疑的起了一种导向的作用 啊 西方有些个人把他叫问题史学啊 我们呃 这个啊 不大啊 一般的不大接受这个概念 但是我还有 也有人这么写啊 我们更多的来讲呢 啊 不仅仅是一个问题的一个转变啊 因为这个问题以前一直就存在啊 只不过是没显出来 而是呢 我觉得呢 就是啊 美国那个啊 斯大芬莱诺斯 他讲的更准确一点啊 新世界啊 需要新数学啊 这个新世界呢 在这个欧美的这些个啊 不管是斯大芬莱诺斯 麦克尼尔啊 或者本特利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个啊 第一件的这些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们的新世界有两个啊 第一个新世界就是二战以后啊 新足立了一百多个国家啊 这些个国家的啊 作为一种现实的啊 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所以他们提出历史学家的事业啊 要啊 从欧洲移开啊 看到这些个一百多个国家的历史 这是一次新世界的招来 啊 他们叫非石兵化运动 用我们的话来讲呢 就是民族解放运动 第二个新世界呢 就是计算机文化的普及 计算机文化的普及 啊 那个叫 一开始呢 叫信息高速公路啊 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啊 因为那个二战结束不久啊 美国的工程师提出来啊 把计算机当回家啊 因为那个时候一个一个计算机 要占两间房吧 我们看那个 二十世纪的历史突变集 是吧 一两间房 很大啊 一个工程师呢 这个美国工程师提出来把计算机搬回家 啊 当时以为这个 啊 是说笑话啊 是说罪话啊 现在呢 不仅搬回家啊 计算机搬回家了 而且 换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口袋里面啊 这个 我们现在用这个电脑 那就是一个 啊 小心的危机 是吧 这个 这是一个新世界的招来 啊 因为这个 嗯 这个计算机文化的普及 啊 英特网的出现 啊 这个 一直到现在的啊 这样一个啊 人工智能 脑科学 啊 大数据真的 啊 正在推动的一个 啊 新世界的到来 啊 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 社会生产力的变化 而是社会生活的每一个 啊 这个层面 每一个 领域 啊 都出现了 正在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啊 我在北京呢 开过几次会 啊 这个会呢 就除了我们历史学的同事以外 啊 这个各行各业的都有 啊 包括搞酸科学 啊 这由国务院提改委来主持 啊 在世界之所开过一次 在 在人民大学 在北大 啊 在这个 精彩盘店啊 我 我开过这个 这个会的主题就是一个 啊 就是啊 人类走出了 农业社会 啊 又走进了工业社会 从工业社会呢 又进入了一个新西时代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急剧的变革之中 啊 一开始呢 很多人的注意力 啊 集中在什么 啊 这个新的时代如何命名 啊 他说这个 当我这么多时间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还是讨论一些个实质性的内容 他可能引起的 啊 这些个变革 啊 很多年轻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啊 从不同方面来论证这个 而这些个东西 对于历史学来讲 啊 就是影响是更大的 啊 因为西方他提出来呢 叫埃威尔奥维尔的那个理论 啊 现在已在西方称为主流 啊 要敬畏历史 对历史如何理解 决定了 你今后啊 怎么走什么 怎样的路 啊 今后怎么走路 走哪样的路 啊 所以他这个说法跟我们 好像不大一致 但是 在很多 啊 迅速的过程和这个方式不一致 啊 但是他 啊 是确实 按照奥维尔的这个敬畏历史 这个概念的延伸 啊 是确实看到西方史学 啊 正在积极的思考啊 如何迎接一个 嘛 斯大法雷诺斯 所说的新世界 啊 需要新史学的新史学的开始 啊 因为 嗯 在他的 全球 这个历史的 那第七版的序言里面 他明确的提出了两个新世界 啊 二战以后 民族解放运动的新世界 啊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以后的 啊 信息高速公路 啊 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 啊 这个大数据的新世界 是吧 而且这个新世界 在这个基础上 历史哲学啊 所以呢 嗯 这个历史哲学发展的就不单纯是简简单单的 二战以后 啊 这个 提出的两个阶段 我们现在提出三个阶段 但是第三个阶段的这个叙述的历史哲学啊 究竟能不能成为一个阶段啊 这也是一个 嗯 值得 啊 讨论的问题 啊 因为我们谈的一些个问题啊 啊 好 我自己感觉 在很多方面呢 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家之眼 啊 和国际史坛上的一些个东西呢 嗯 有有比较大的一些个啊 这样一个差 这样一个距离啊 所以在交流起来呢 我往往呢 就是啊 找不到共同的语言 这个在北京呢 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啊 曾经啊 主持了一个啊 很重要的一个会 啊 这个会呢 就是海丹怀特啊 安克斯密特啊 还有索藤啊 还有德国的律审啊 还有科卡啊 还有嗯 就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各个分支委员会的主席啊 都集中到了北京啊 在北京的这个嗯 讨论会上啊 第一场讨论会上啊 就是怀特啊 和伊格尔斯啊 就发生了啊 这样一个一个争论啊 就当着我这个争论是画引号的啊 因为他们很习惯 这样这样一些个 讨论问题的方式 因为伊格尔斯讲呢 你的报告我从来没听懂过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我以为你到北京呢 能够有所收敛 没有想到你依然说那些个话 我更听不懂啊 就是 这个是伊格尔斯首先发言 这个怀特讲呢 说你信不懂啊 我忘了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实 就是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 我是社会主义者 完了大家会哈哈大笑 后来伊格尔斯讲 你看大家我都笑话你 你不是社会主义者 完了怀特讲呢 我信仰社会主义的理想 我信仰他的 这样一些一个重要的理念 我就是社会主义者 所以我们跟他讨论的时候 谈到啊 这个历史哲学的三个阶段的时候 他们只承认两个阶段 而对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 他认为呢 那个是和他们的整个的学术 联系在一起 而如果离开了叙述的历史哲学 而他们的所有概念 都会变得很浮浅 或者会或者说是不说自明 或者说呢是自相矛盾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也借这个机会提一下 那个会呢 这个除了北京的同行以外的 上海 天津 南京 有些个同事也都到北京 赶到北京 因为难得这么一些个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些个 各个委员会的从云基北京 所以前两天呢 我们整理就 就的这些科书卧报 找到当时的这个合影 大部分人都去世了 所以这个时间过得也是太快了 但是这里面提出的问题 在今天依然存在 依然存在 这个我们 我想这个第一个问题啊 咱们就主要讲到这儿 要不然我们这个时间 就比较紧 第二个问题呢 想谈谈西方的史学 与西方的学术文化 这个西方的史学 与西方的学术文化呢 我这个想谈 想谈这么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不是我主观编造出来的 或者是主观想象出来的 因为西方史学 与西方的学术文化 和东方的史学 和中方的学术文化 和中国的史学 中国的学术文化 虽然不会相同 虽然不会相同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 一些个相同的东西 可以找到一些个 相同东西 这个相同的东西呢 是内敛的 是凝聚在它的内部的 是一种 隐藏在这个 隐含在 表象背后的 这样一些个 内在的东西 这个在东西方都是 都是一致的 不久之前呢 在史记里所开会 我们讲到中国历史学的这个 这个特点 当时我们讲到 不管是林则徐 是魏元 是这个梁启超 或者到周古城 或者到吴玉锦 我们都可以找到 他们的共同点 林则徐也好 魏元也好 梁启超也好 周古城到吴玉锦 我们都找到 共同东西 这个共同东西 就是我想 说的一个 内在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 爱国主义 这个 林则徐 魏元 爱他的 清朝的朝廷 这个 梁启超 热爱中华民国 这个周古城 这个吴玉锦 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里面一个相同的东西 就是爱国主义的情感 不管是清廷 不管是民国 还是新中国 这种热爱死我国 这个感情都是高尚的 都是崇高的 在这里面 可以找到共同的东西 这个我们学历史就知道 人不能超越历史 林则徐和魏元 不可能爱中华民国 林启超 他也不可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实在的 这样一个距离 实在的一个局限 所以西方的史学 与西方的学术文化 我们说呢 他和东方的史学 中方的学术文化 他和中国的史学 中国史 就学术文化 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那就是社会思潮 历史的脉纵 和历史学的发展 他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 联系在一起 人生下来 特别历史学家 他不仅有那种 生物学的这种属性 他是一个人 一个健康的人 他是男性还是女性 他是一个年轻人 还是一个中年人 还是一个老人 他除了生物学的特征 生物学的属性以外 他们共同的 都有一种社会属性 历史学家的 这个两种属性 在这个 历史是什么 就是卡尔的那本书里面 有非常精彩的叙述 这个我想呢 我们提一下 哪位同学有兴趣 把卡尔的那本书找来 我们看一下 80年代呢 商业运输馆 有很好的一本 后来上 这个上海师大 陈恒他们又有新的艺术 都是艺术很精彩 都可以来 来做 卡尔呢 对人的这个历史学 的两种属性的这种判断 我想呢 在西方的史学 与西方的叙述文化中 可以得到 精彩的 这个 这个体验 我们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西方史学 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离不开西方文化的 府域和草野 同样呢 西方的史学 也离不开 社会历史 这样一个 更广阔的背景 因为文化呢 它做一种 一种 这个意识形态的观念 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而历史学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这种 作为文化中的一种 这个精华 作为文化中的文化 作为文化中的这样一种 有特定内容的 这样一个学科 它更和社会的发展 密切的联系在一起 这个呢 我想呢 是从 一部 这个西方的史学史里面 可以看得 非常清楚 在没有文字出 这个产生之前 这个口耳相传 就已经出现了 史诗或者神话时代 神话时代 史诗是任何一个 成熟的 一个伟大的民族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都存在的 这样一个阶段 或者是人类的 童年 或者是人类的幼稚年代 这个说法不一样 当然它都是存在 而这些个东西 永远不会消失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历史可以过去 包括神话时代 早就过去了 但是呢 它不会永远 它不会消失到 无影无踪 它总是以 变换的 各种方式 流传到今天 影响到今天 存在于今天 这个过程呢 我想既是一个 历史学的 传递过程 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 也是我们想的 我们不能够隔断历史 同样我们也不能够隔断 这个学术史 这个我想呢 这个 去年五四运动期间 五四运动 这个习主席 到人民大学 去视察 谈到了这个 独立自主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 提到 谈到这个问题 三年多之前 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 那是根据习主席的提议 成立的 中国历史研究院 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进行学科整合 提出中国历史科学的三大体系 提出中国历史科学的知识体系 现在是今天是4月25号 这四个月就过去了 五月份 这个不会超过五月份 北京大学出版社呢 要出版一本书 这个书 这个名字比较长 我记不清楚了 但是它的核心内容 就是北大呢 用了八年的时间 我参加了它的工作 是参加了五年的时间 完成了一个中国世界历史学的知识体系 的这样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 实际上呢 是从 社会和历史 历史和学术 社会发展 和史学的这样一个 善变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个方面 我们把这个社会内容 它的具体的含义 抽象出去之外 就从整个这个发展的这个路径 中西方 中方西方 这个欧美和中国 我们能够找到共同东西 就是它都是 最实在的 一种 回答 都是对实在的一种回应 都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思考 在这个 前两天呢 在北京开的两次会上 北大都介绍了这本书 这个书 一共用了八年时间来完成 我是这个 半截 参加了他的课 工作了 五年 他这里面呢 他和这个 我们要谈到的这个西方的 这个 史学以西方的学术文化 在里面 找到一个共同的东西 就是他的 实在性 就历史感和限制感的 这样一种 结合 就是实在和历史的 这样一种结合 就是理论和实践的一种 结合 而呢 我们提出来 中国的世界史的 这样一个 知识体系 是和 我们对 史前史 到21世纪 到今天 20大 召开以后 这个中国和世界的 关系的 这个 演变 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想呢 我们 谈西方的学术 以西方的 学术文化里面 我们 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点呢 我想提示 大家一样 这个也是 我自己感觉 不一定对 因为 我们在课上 讲课 是吧 可以把我们 一些不成熟的 想法 提出来 同学们来参考 我们讲这个 三大体系 讲这个 我们自己的 知识体系 的缺点 我觉得我 北大的这本书呢 有意思的克服 应该说 克服的比较好 而在这之前 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 就是 理论和实践的脱离 出向的这些个理论 的这样一些个叙述 或者阐释 作为一个历史学的 作品来讲 它这个缺陷 我觉得应该是 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如果麦克尼尔 这个父子两个人 不写出 他们的这些个 全球史 不写出 他们的这些个 从史性的作品 我们对麦克尼尔的 全球史思想 应该说是 无从理解 或者理解都会很肤浅 因为呢 他有 这种实证性的 考识的 这个父子两个 辛辛苦苦 几十万字 百万余字 这样一个 世界从史性的 这样一个 全球史的作品 提出来 然后在这个作品的 基础之上 他提出了 他的全球史理论 这样他这个全球史 就更有说服力 本特利的全球史 本特利曾经 虽然他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 但是 他曾经出任 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所以他们如果没有 那个新全球史 没有那个全球史的 这样一个 大不头的 世界从史性的作品 他的全球史理论 也不会 有现在的 这样一种影响 斯大法亚诺斯 也如此 巴勒克拉夫 也如此 巴勒克拉夫 他的作品 六十年代写 比较单薄 篇幅比较少 但是他 恰恰是在 全球史的理论建树上 走在最前面 是成绩最大 但是他如果没有 他这些个 现代史的作品 来支撑 这个理论呢 也不会 走得这么远 走得这么快 所以我们讲呢 这个三大理论的构建 史学的发展 他需要作品的支撑 而这个作品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个作品 一百个人 有一百个人的写法 这里面我们讲的 西方的史学 与西方学术文化 这里面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 他是把这个 时代的特征 把学术发展的要求 把历史 对和现实的这种 内在的 这种联系 或者说呢 是历史对现实的 这种呼唤 有意识的 出处的 联系在一起 在作品叙述的 基础之上 在他们的理论描述上 简明额要 而且 系统性很强 尽管有些人我们不同意 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懂 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要想回答的是什么 所以西方的这个学 这个史学与西方的学术文化 我们这个 不准备具体的展开来谈了 但是我想谈的一点呢 就结合中国的这个 我们在构建三大体系 三四年了 我们提出来这个 知识体 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 虽然是去年习主席谈的 但是北大这个课题呢 作为 中央交办的 那是 八年之前就开始 至少我知道这样一个 术语 中国 世界历史学的这个知识体 是五年之前 四年多之前 就是那个瘟疫还没有 那个传染病还没有 还没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可以抽出时间到北大 去一块讨论这些问题 后来就不行了 这个想去也去不了 不是这个闹传染病 所以我想呢 这个西方史学与西方学术文化 我就想我们希望同学们呢 记住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和社会 和时代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这个联系呢 我想也不是我 编出来的 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 列了很多作品 提出了很多巨大 很多这个 世界的文化巨匠 像淡丁啊 像皮特拉克 像伯加丘啊 像莎士比亚 像大芬奇啊 像米克朗基罗 这都是啊 这个啊 令人啊 这个要目的 这样一个群星争演 他们的作品啊 他们的不仅仅属于西方 不仅仅属于英国 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 属于整个人类 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 这个阶级 因为他们的东西 是实在的产物啊 是历史和现实的 对实在呼唤的产物 所以这些东西 它的生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它不断的获得新的能量 不断的获得新的势能 不断的获得新的 这样一个生命的因素 所以 第二节呢 我们主要是谈这些个问题 而这些个问题呢 和第三个问题呢 是 密切联系在一起 我这个讲稿呢 是这样 就是 我的机会 结束以后啊 我可以把它这个 做个邮件啊 发给 这个这个 我们 参加今天 听讲的同学们 如果愿意参考呢 可以来参考 因为这里面 还是 收集了一些个 经过认真整理的 一些个材料 下面我们就 来谈第三个问题 这个也就是 我们说的 这个今天的这个重点 历史篇子以社会发展 希望学术文化 争得历史精神 前两个问题呢 我想呢是 嗯 做一些必要的叙述啊 嗯 或者是呢 把一些个我们都非常清楚的 熟悉的问题 啊 从我们今天要讲座的 这个角度啊 进行着一些的 啊 必要的梳理啊 必要的梳理啊 所以我们重点呢 还是 把第三个问题 来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 我自己 认为啊 这个 我理解的历史精神 就是 就是这些东西啊 当然了 这个 不定准确 是吧 这个供同学们来参考 来思考 我想呢 这个啊 我们有40个同学 我们会有40个答案 这个是完全正常啊 完全正常 也可能你今天有一个答案 明年又会有一个新答案 这也是正常啊 所以这些个问题啊 它会和我们一生的 这个学术生涯啊 都关联在一起啊 更直接一点 就是说和我们 下面四讲啊 四位老师的这个讲解 有直接的关系啊 是这样 这个 历史变腾 以社会发展啊 西方学术文化中的历史精神 这个我主要是讲 20世纪以来的 这样一个情况 前面两面呢 是讲的历史 讲了一些的必要的 一些的背景 背景材料 啊 我们讲这个 这个是主要从20世纪来 开始来探紧 20世纪新的文化发展 孕育着呼唤着新的史学 那虽然史学的新 不是人为的 随人所欲 表现出来的新 而深深的植根于 现实的文化 突然中的结果 不仅吸取了直接的营养 获得了新的重因 总之 西方史学可以从西方 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 找到它的所谓 西方的历史编达 以西方社会的关系 极其密切 无法分割 人类社会的发展 无论是认识今天 还是展望明天 都不能够隔离历史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区 国家或民族 脱离社会发展的历史学 无论在理论上 在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 在西方也是如此 我在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担任一门课 就是西方史学思潮 按照这个我给教务处的 这个编的 我们那个地方叫这个 这个 课程的日历 我们那个日历 表上 我里面在下午去讲课 应该是讲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 但是讲课之前的 有一个同学呢 就举手 说老师我希望 咱们能不能换一下 换讲一个别的题目 我这个题目呢 是我们开学之初 报给教务处的 而且教务处呢 也做了统一的协调 而且呢 所谓文件 发到各个教研室 我这个不能变 我今天下午的课呢 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 所以我也好奇 我就问了他一句 我说那你这个 想变什么呢 要有什么新的考虑 我希望你能够 讲一讲POPER 我这个POPER 我们这学期 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我们讲到 这个 这个历史哲学的时候 特别是历史哲学的 第二部分的时候 这个分析 批判的历史哲学 实际上分析哲学会 说一道POPER 但是他不是专门的一讲 所以我们还是讲这个 所以我也是好奇吧 这个我就问他 为什么要换成POPER 这个回答呢 就确实让我大吃一惊 所以我希望能够听到 纯洁的历史学 问题怎么就不纯洁 怎么叫纯洁呢 我这个恐怕今天一下午 咱们讲不清楚 我有机会呢 咱们单独讲 我说我现在给你讲的 这个门口 是纯洁的历史学中的 纯洁的历史学 我希望你能够认真来听 也就是说呢 这个 在学术界 在历史学界 特别是年轻人 有一种误读误解 这个误读误解呢 就对于历史学 和社会的关系 他在这种不可分隔的 这种内在的 这种血肉的联系 被忽略掉 北大的这个 何凡川老师副校长 他去世了 这个 何老师在世的时候 曾讲 说这种认识啊 让人家给人一种 似乎是天生的 这样一种 这个排斥 因为他说不出什么理由来 讲不出什么理由 就是历史学和社会的关系 你有什么理由 说他没有 他不存在着关系 说没 说不出来 但是他就认为 他没有关系 所以 何凡川老师 何校长 他讲呢 说 似乎是天生下来 而生下来 他就要有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呢 就是对这个学术史 对这 这有些个重要的内容 我想呢 刚才我讲 我们为了增强这个说服力呢 我们还是用事实 来这个说明 我们举一些个 举一些个 这个历史来 历史来讲 一个呢 我想呢 是我们以1789年的 法国大革命 来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 我们在北京的课堂上 我们讲过历史时间 讲历史时间 当时讲历史时间呢 我们举了三个例子 三个时间点 一个是1789年的 7月14日 法国大革命 攻打巴斯迪域 一个是1917年的 11月7号 这个攻打攻攻 一个是1949年 10月1号 北京 天安门广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告成立 但是我们讲了 这么三个日子 1789年的 7月14日 1917年的 11月7日 1940年的 10月1日 我们选了 这么三个节点呢 就是想说明这个 这个历史时间 和这个历法时间的 这种本质的差别 在历法上 1949年 10月1号 也是24个小时 10月1号 完了就是10月2号 在历法时间上 1789年的 7月14号 也就是这么一天 就是7月14号 那么一天 这在历史的叙述上 历史的时间 1789年的 7月14日 这个是真正的 资产积极革命的 开始 变定了整个资本主义 的世界的 对世界的政治统治 和经济统治 和世界统一市场 开始形成 1789年以后 整个资本主义的 迅速 这个发展 开始转变成 世界的历史的 第一个阶段 很快的完成 生产力革命 科学革命 人的交往革命 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 这一天 我们把它画 等于100年 200年 也不过分 1917年的 11月7号 出现了 整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经济体系 中间的一个 完整的环节 被打碎 出现了 社会主义的 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 不仅仅是一种理想 变成一种 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 不仅仅 在政治上 建立着 统治 而很快的 在世界上 就开始 逐渐形成了 平行的 两个市场 这个也是一个 新的时代 开始的 标识 到今天 这个时代 通过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建设 正在 发生着 一种 新的变化 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 从传统 完成了 现在的转型 社会主义的文明 重新 焕发出 异彩 社会主义 的运动和影响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要追溯到 1917年的 4月7号 从来 1949年 4月1号 也同样 49年 4月1号 以后呢 世界 力量的对比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 一直影响到 今天 如果说 15世纪大航海 实在 出现了资本主义 制度的一个 蓬勃发展 和资本主义 国家的 群体性的崛起 而 1949年以后 发展到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就 从大航海 时代的资本主义 的崛起 转移到了 新兴的工业国家 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新兴的经济体 这样一个 群体性的崛起 这种崛起 成为 大变局中的 历史大变局中的 一种最大的 一个正面的 一个能量 一个 最大的变量 所以这个 我想呢 1789年 这个法国大革命 它 等于200年 300年 都不过分 而对于历史学来讲呢 正是法国大革命 催生了 法国的 基地斗争 历史学 因为 我们现在呢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 在世的时候 他们反复讲 基地斗争 这不是我的发明 这不是他的发明 在他们之前 基地斗争的 学说 基地斗争的历史 学的学说 都已经 这个出现了 而这些个 基地斗争和基地斗争史学的 出现 对于近代以来 人类历史的发展 所产生的影响 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而这些个东西呢 是法国大革命的 是时代的 因为他们讲呢 这个 恩格斯说 在以前的各个时期 对历史的这些 中医的探究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基地 和基地斗争的 这样一个历史观 因为他们和自己的 结果的联系 是混乱而隐蔽的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 这种联系 简单化 这个简单 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 复辟时期的历史编断家 从贴力到基索 到米面到贴二 总是指出这些事实 是理解中世纪以来 法国历史的钥匙 这个钥匙就是阶级 阶级矛盾 阶级组织 所以这个 我想那个 历史科学发展中的 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历史观的 产生 那是法国大革命的 这个产生 所以呢 基索怎么认为 历史学是一门 实践的科学 其唯一的重要性 在于效率 基索这个话 是说的非常对 这个 有些个东西在中国呢 有一个旧的观念 我们需要破除 需要解决 比如说关于 兰克史学 一说兰克 就是客观主 一说兰克 就是不偏目 一说兰克 就是公允公正 实际上二战以后 德国史学的发展 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这个写在 何赵武先生 翻译的 欧洲史学新方向的 后继之中 也写在 伊格尔斯的 关于欧洲史学史的 作品之中 二战以后呢 整个德国史学 通过 文献的 这样一个 重新的梳理 和整个 这个德国历史的研究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德意志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 这个 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战争 暴力 这个 这个刘雪 匹斯曼 被代表 再一个 就是 归功于 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 而在德意志民族意识 觉醒的过程中 做出贡献最大的 是德国的历史学家 包括兰卡 兰卡在内 所以这个 这些个东西 都是 应该说呢 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但是长时期被忽略了 我觉得 我们通过 这次要学习 西方世界史 可以把这些个东西 从来好的 很好的 问 另外 恩格斯 一生 写过 不多的 纯粹的历史学的作品 其中 很有名的一篇 叫马尔克 研究 这个 德国古代史 他说 为什么研究古代史 他说 我这时候 研究德国历史的 第一个成功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 我能够 首先把它献给工人 而不是献给书呆子 和其他有教养者 因为恩格斯 讲得非常清楚 我对古老的 日尔曼土地制度的 一个简短的 一个深入的历史叙述 是为了德国的 社会主义运动 所以我想 不管是哪一种信仰 哪一个学派 都是这样来考虑 这里面我想举一个例子 这个 因为这个 昨天 前天 在北京师分台开会 我见到了 有名有名有名的事 有名有名有名的事 一个是李泽 1949年的9月 在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就职晚宴的讲话中 这个李泽 这个李泽呢 把沙林和希特勒 和莫索里尼 相继并论 他主要讲 那个希特勒 怎么 寝在捷克的 德台德区 苏台德区 又讲了 沙林怎么 苏芬战争 侵略了芬兰 二战前的那些 把沙林和希特勒 莫索里尼 相继并论 把共产主义 和法西斯主义 相继并论 而且他的这个命题 也就是他那个 晚宴讲话的标题 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在于为当前 而解释过去 我这个 我想呢 这个命题啊 是 49年的9月份提出来 也可能有人认为 1949年9月呢 麦克西盛兴一时 冷战刚刚开始 是不是在美国 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 这个李德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提出 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也难免 也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认为 事实不是这样 刚才我讲了 我刚 前天在北师大开会 这个刘家和老师 这个 我们搞这个 比较史学的研究 这样一个叙述 也是为这个刘家和老师教授六十年 我们表示一下敬意 在那个会上呢 我们见到就是全球文明史这本书的译者 这个书是中华数据翻译的 译者呢 是美国历史家皮特斯特恩斯 这本书的名字呢 全球文明史 我建议同学们 有时间的时候翻译一下 至少你看看前沿 看看那个续言 看看目录 这本书是很有特点的一本 全球文明史 丝毫他不掩盖 西方的文明是怎么建立 怎么发展起来 而且丝毫也不掩盖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这个赵亦峰翻译这本书 在中华数据出版 那是第二版 是第二版 第二版那个续言里面 他提出来 我要力求啊 完成一部真正的讨论这个世界 主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的世界史 使人们懂得为现实而研究过去 以帮助他们为迎接未来的挑战 做好准备 这个是这本书 编写的一个纲要 为现实而研究过去 和历史学的社会责任 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 这是同意思 这两个句子含义是完全相同 而呢这个三思又加了一句 就是要帮助他们 为迎接未来的挑战 做好准备 这个学员里面他没有写 为迎接未来的挑战 做好准备 未来有哪些个挑战 当然这本书的第一版 第一版的序言里面 应该说呢是比较 完整的写了这个意思 这个当时我就问那个赵一峰 我里翻译第二版的时候 能不能够把第一版的序言 这个加进去 这个不行 都是中华数据不允许 而且我买这个版权呢 也是第二版 不想惹那个麻烦 我那你想发 因为第一版的这个 斯坦斯的这个全球文明试园里面 谈到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美国呢 他的世界史就 这是个教科书 美国高等元校的世界史 就是全球文明史 他没有单纯的这个世界史教科书 他的教科书就是全球文明史 而全球文明史呢 不单纯是历史系学生用 很多专业都都在学 这个全球文明史第一版的序言里面 怎么来解释 为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为现实而研究过去呢 他讲了三件事 第一个呢 他讲就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美利坚民族在形成过程中 但是呢 他这些人是来自全球 各个小路 现在我们都是美国人 但是我们 不管是民族 种族 我们的历史 是来自世界四面八方 我们不仅的要了解 这些你来自四面八方 你现在个国家的现实 现状 也要了解历史 这样我们彼此才能够真正 在美国人 美利坚民族的这样一个旗帜下 统一起来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美国是一个世界大国 要履行世界的责任 所以一定要了解世界的历史 一定要了解世界的历史 这是第二一条 第三一条呢 就是美国的重心 正在转向欧洲亚洲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美国要真正的成为一个世界的领袖 要建立一个足以外的世界的帝国 就一定要让美国的人民了解 这个世界的历史 世界文明 他讲这个三条 这三条实际上和为现实而研究过去 是完全一致的 和李德所讲的 历史学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 也是完全一致 也是完全一致 所以这样 这本书呢 全球文明史上下两册 我为什么建议同学们 看一看他的序言 看一看他的目录 我想他这个书的 优点在于哪呢 就是他丝毫没有掩盖 资本主义文明发展 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原岁 我们用这么一个词 杀戮 掠夺 抢劫 欺骗 也就是 整个 不管是美国的西京运动 还是 整个资本主义 从大航海时代以来 包括这个大航海时代过程中 这些个内容 我觉得 都是写得很清楚 而这个书呢 是由美国的历史学家来完成 而且他又讲那位 现实而研究过去 而又讲呢 要迎接未来 为迎接未来的挑战 做好准备 所以这个书呢 我觉得是 值得一足的 再一个呢 我说这个书 都是中文本 极个别的是英文本 基本上中文本 克拉克的这四卷门 十四卷门 新编剑桥 世界近代 这个现在是 由世界理智所来主义 我们 请了我们所的一些个老专家 这个 也联系了世界 中国 一个著名的一些个 史学家和翻译家 参加这个工作 这十四卷门 世界理智所的 参与这个工作的六位 这个老同志 最后一位呢 是前年 去世了 就是这个书的译者 现在全部去世 这个书的这个克拉克呢 他要解释 什么叫新编 这个剑桥的这个世界 现在 和这个 阿克森那个 第一版的区别在哪呢 他说 他是强调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如果过去和现在之间 没有连续性 如果一个生活在现在的历史学家 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 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 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存在人 认为真实 而且可以理解的 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 就历史学而言 我们可以端定 如果说他是一门科学的话 他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 这里面有两个词很重要 一个要是把过去融化在现在之中 这个融化这个词 我们认为呢 这个翻译的非常好 非常准确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个西方的历史学家都懂得 把这个过去要融化在现在之中 要通过对历史的描述 来解读 现在的问题 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个事情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史学界 特别在一个年轻的学生当中 对于西方人反复讲的这段话 确实很陌生 或者说是不予接受 这段话呢 我觉得是 克拉克在史学 以近代史学家 这个总导员 我觉得那是值得也是 值得一足的 因为这个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视角 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精神 什么是历史精神 这个历史精神 并不是历史学的一个专用的术语 就整个的西方的文化的 不管是在文学 不管在德学 不管在伦理学 不管在经济学 都有这个历史精神 都有历史精神 他们从来没有回避历史和现实 和未来的这种直接间接的联系 从来没有割裂历史和现在的这种关联 从来没有认为历史过去 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了 就没有了 这个不是 克罗奇讲过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中世纪的武士 躺在他的灵关里 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 就把他掩埋了 但是他永远不会服了 在二十世纪 在新的时代造来的时候 历史学家会让他 站起来 从分母中锁出来 扎上现代人的领带 来回答现代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 历史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包括古代新的老马时代 所以他讲呢 历史自身不会说话 是历史学家让他在什么时候说 或者怎么说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这些个 死去的武士 他不会焉灰云灭 无影无踪 不过是这样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反映了西方史学的 一些个很重要的内容 而这些个东西我认为呢 我们恰恰是 这个忽略的 忽略的太多 另外刚才我们谈到了 斯维帕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 现在已经出了第七版了 我觉得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因为这里面谈了很多问题啊 以至有人不相信 这就是在美国长大的 90多岁高龄的斯大菲利诺斯写的 那是他说的吗 是他写的吗 所以北大出版社呢 出了全球通史第七版中文本的通史 出了英文本的影印本 谁如果不相信 谁就可以去 对照着这个影印的英文本去看 这个我觉得他这两本书啊 前面的那个 这个序言呢 也值得我们一读 这个读完你要读一读 一个小时就可以读完 但是我觉得你的收获 凭你读一本 这个没有目的的盲目的读一本 读一天 甚至读一个星期可能收一根的 他就说 为什么在世纪之交 1999年第七版 我还要出新版本呢 全球通史呢 答案以出版第一版的理由相同的 还是那句话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另外我们再举个例子 也是很容易找到一本书 与前正 全球化以实际制 这个 你看我这个下面有一个引号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当代 与过去相比 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这些特征为何而来 如何而来 基于这些特征 我们面对未来应当 应做怎样的准备 应采取怎样的行动 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 时间本身为止 从过去到现在 呈直线性流动的 而沿着这条时间线展开的 人类活动 就被理解为历史 每当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 人们总格外关注历史 历史学直接的研究 对他直接研究对象是过去 但是仅仅了解过去 并非是历史学的目的 站在现在回顾过去 理解确认我们所处的位置 从而远眺未来 才是历史学家应尽的使命 也是其终极目标 历史学家必须认清 其担负的重要使命 这个是他的一本 《新作全球化以世界史》的序言 这个序言我想 这本书就篇幅很小 是个小宝本 我这个有一年到广州开会 学书研究开会 台风 这个飞机去不了 坐不了 我就改坐火车 九个小时 不到九个小时 这本书我就读完了 而在很多关键的地方 我读了一遍两遍 就是很小 揣在口袋里就可以了 但是它是个精装本 是印的也很漂亮 关键就是它 对全球化以世界史的这个解读 我想呢 对于我们的年轻同学来说 尤其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个日本人 一个日本的 这个历史学家来写 他反复就讲的 每当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 人们总是格外关注历史 历史学直接的研究对象是过去 但是仅仅了解过去 并非是历史学的目的 站在现在回顾过去 理解确认我们所处的位置 从而远眺未来 才是历史学家因尽的使命 也是终极目标 这个就跟那个奥威尔 那本这个 这个 1948年 那个书里面 以文学的形式所呈现的 要敬畏历史的这含义 完全一致 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解读 一个日本历史学家解读 我讲得非常好 也讲得非常好 最后想介绍一本书呢 就是法国培尔诺拉的这个 记忆之厂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这本书是一个很厚的一本书 一本大书 但是这个书呢 真正读下去呢 我觉得 并不觉得吃力 因为它 这个 回答的一些个重要的问题 恰恰是我们所关注 因为这个记忆 历史记忆这个问题呢 这个在法国做的是最好 讲得这个 最多 然后洛高夫呢 写过 这个关于历史记忆的一些不少文章 然后洛高夫的信史学 的里面很重要的篇章 就是历史记忆 这个在北京呢 这个 这个 纪念圆明园 被 英法联军 然后粉丝会 在一个纪念会上 这个英法联军的后代 这个 代替他们的 先辈 把当年他们 在战 在这个火烧约明园中 抢的 偷的一些东西 给送回来了 给送回来了 所以请我们去 大家会一起开会 而且 这个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呢 把他们的回忆录啊 一起啊 从事出版的七八色 而且呢 雨果的那个 纪念碑啊 也在那个地方 啊 揭幕了 而且上面就刻了 雨果的最有名的话 这是一个世界 有名的 皇家园林 啊 被两个强盗 给烧了 给毁了 啊 一个强盗叫 英吉利 另外一个强盗叫 法兰西 啊 这个 这个就是 通过法国的历史学家 特别车落高夫 以后 啊 关于一个历史记忆 这个问题啊 不仅在欧洲啊 不仅在这个欧美 而且中国的各方面 影响也非常大 这本书的基忆宗教 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啊 记忆之常 而这 我们当时在 呃 圆明园开会的时候 我们反复强调的 我有一个发言 啊 后来在报社也发表 啊 就是 我们的记忆呢 历史记忆 民族的历史记 啊 我们强调整体性 强调中华民族的 这个历史记忆 而这本书呢 他讲的这个记忆之常 这是从法国的社会 他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啊 作为西欧的一个大国啊 来谈这个历史记忆啊 而且这个 译文的译的相当好 是吧 我觉得 除了内容啊 很吸引人 这个译的也很轻松啊 我们可以把这种 年间学派翻译到 今天的一个独特的中心 在里面我们都可以 啊 提回到啊 我讲的是这些东西 讲这些东西 我想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 啊 想回答一个问题啊 就是 究竟我们如何啊 来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啊 这个 今天这个讲座中所谈到的啊 这个历史精神 我为了回答这个历史精神啊 我是选择了一些个具体的实例 而选择了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一些个有代表性的实例啊 来这个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我说明这些问题呢 毕竟都是啊 离我们比较遥远的这个事情 我下面呢 就谈一个啊 我们自己的事啊 这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最近呢 刚才我讲了 就是这个 嗯 啊 这个是去年12月啊 就刚刚出版的一个一个书 叫牛经历史著作史啊 英文十本啊 英文五卷啊 十本 五卷十本的这个 嗯 应该说呢 是从远古啊 从这个 这个上古啊 一直到这个 21世纪啊 这个 这个 应该说是 最近吧 西方出版的最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历史学的啊 实学史方面的作品啊 在 因为你 牛经历史著作史 那也是牛经出版社出的 我们跟他 盯了版权 来这个 上海三连数研出版 这个 这个里面呢 他引用了我的一篇文章啊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找到这么一篇文章啊 就是2003年3月11日啊 第五卷啊 这个 这个 多少页啊 啊 这是第五 他两页 他 引用了我这篇文章 引用这篇文章的这个 这个 同时呢 啊 他做了他的解读 这个解读 我想就是 西方史学的历史精神的解读 啊 我这个用几分钟时间 我简单说一下啊 这个 我这篇文章的这个 中心内容啊 是这样啊 这一个字也不 一个字也不多啊 我是给他招抄 中国史 我这篇文章最后的一个结论 最后一段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 在于对当代中国 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 因此要独立的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 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 寄希望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 不能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 就寸步难行 如果只知道是在研究世界史 而望着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那将是十分悲哀的 中国人应该写出自己心灵中的世界史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讨论这些问题尤其重要 我们不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 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中 所体现出来的种种规范 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一方法中的积极内容 而是要主动的自觉的 理所当然的积极参加到 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 新的世界史研究体系和话语系统允许 它首先应该是应该实现的 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 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价值目标 这是我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 我给它抄到这个里面 就这样一个文章是20年前写的 这个箭条这个书呢 应该它我们中文本是去年12月份出版 它的英文本呢 也应该就是有三四年时间吧 也是最新的一个作品 它引用了这样一个作品 我这篇文章这个写在它这有三个一个背景情况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德国这个就是我们可能都看过一本书 在中国是成了长销书 就是白银资本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 弗兰克呢从上海访问以后 从北京转飞机回国 所以上海社科院的同事就告诉我 你不妨你招待他一下 让他去来讲一讲 听听他对这个白银资本的一些个看法 我呢太好了 我呢这个本来就想有机会跟他来交流 正好 所以我们就请弗兰克到北京来 然后住在这个世界里研究所 就离我工作在外很近的国际饭店 一清早起来呢 我就去接他 把他直接接到这个世界里研究所的会议室 我到会议室一看呢 这个 嗯 这个 北京大学的张之连老师已经到了 他是最远在海边 离我们那最远 但是他来的最早 他没办法 北京这个路 我不早点来一定会迟到 我不愿意迟到 我没可能早来 随便会议室就做了他一个人 所以我就把弗兰克和张之连老师呢 做了介绍 然后他们自己来谈 我就忙我自己的事啊 准备开全所的一个学术报告会 如果9点钟开始 8点50分我到了会场 这个张老师的张之连老师跟我说这样一个事 他刚才呢我们 嗯 进行了一次啊 很尖锐的这样一个争论啊 我说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弗兰克坐到这个地方就讲啊 说我到北京来是有必要的啊 太有必要 全世界可能就剩下一个 这个信仰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了啊 就是我 就是他 所以张之连当时就批评他啊 说你说的不对 你可能对中国太不了解了 你对中国的历史学也太不了解了 我是北京大学的张之连 我也是信仰唯物史观的 我想一般到这就为止的不再说了 但是弗兰克底下接了一句什么话呢 这个弗兰克讲的说 你的信仰是口头上的信仰 只有我是真正的信仰 然后就拍着这个 白眼资本这本书 拿这本书说 他认为这个是他的 没有习惯的这个接近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在会议开始的时候 然后呢 嗯 因为这个张老师呢 也是我们的老师年纪也不小 所以一清早从海淀 从北京大学赶到世界日子 他说我们一边就 跟他说 这个外国人不就这样吗 我说你 我说你经常在国外 来参加各种活动 这个呢 你愿意听他就听拜听他 就不必接应 就在会上呢 这又谈起来 啊 这是中国中心论的问题 啊 它有一个误解 所以张老师呢 就讲得非常清楚 啊 我们反对欧洲中心主义 反对欧洲中心论 啊 但是我们绝对不主张 中国中心论 啊 中国中心论 同样是不健康的 啊 我们不接受 这个中国中心论 实际上就在批评 啊 弗兰克 白银资本这本书 在18世纪对中国 啊 这个市场 对中国DTB的这种分析 特别江南的一些个情况 啊 就谈到这样 所以后来以后 在这个事情完了以后 啊 我们在写报道的时候 啊 这个尽量呢 就把这个张老师和 弗兰克的这个争论 给抹掉 但另外有些同志讲呢 一定要写上 啊 这个 不能让这个弗兰克 这么信口 啊 怎么叫中国就一个 信仰为我使官的人呢 这个啊 但是这个 这个杂志吧 它跟这个 它有个宣传的 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不能够写太多 是吧 所以 简单的写了 但是从那以后 我们再思考 啊 我们如果建立起 自己的话语 啊 自己建立起 自己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 啊 我们说我们的话 因为当时呢 我们嗯 想谈的一个 啊 想谈的这个问题 完全是借助于 欧美史学的概念 理论和方法来阐述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糟糕的 事情啊 但是我们当时确实是意识到 就是我们的结论啊 找不到我们自己的命名系统 找不到我们自己的概念 找不到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啊 理论阐释的这样一个原则啊 和路径啊 一定要找到一个相应的西方的概念 把它套进去 啊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这篇文章的就2003年 3月11号 我这篇文章啊 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 和话语系统的思考 我这篇文章主要就讲呢 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系统 要自己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啊 而且呢 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啊 都不能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 就寸步难行 我们不能希望在别人的概念系统中 得到阐释 好 我这篇主要是讲这么一个问题啊 但是这个在这个 嗯 刚才我讲的啊 就是嗯 牛经历史书作史里面 他引用了我这篇文章的 这些个观点的时候 他并没有理解这些个东西啊 你看他的这个书呢 是多少页啊 824页到825页 他讲的 他不是把我作为一个历史学 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啊 或者是历史系的教授来讲 他说呢 作为中国说科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院 如何说 这个他要强调这个副所长 因为我当时确实是任副所长 那实际上他 这是他的 要解读这个东西的一个前提 他不认为你不是教授 你不是学者 啊 那个底下呢 我这明明就是在这个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 啊 他说呢 这是这个 作为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于佩在一篇刚领性的史学批评文章中 这个 这个 阐实导入如何如何 如果这个文章是一个副所长写的 又是一个刚领性的史学批评中 那这个 这个我想的就是他 历史精神 体现的一个基础 啊 他一定要按照他自己的理解 按照他自己的立场 啊 不认为你是个学者 不认为你是个教授 啊 不认为你是一个啊 普普通通的 啊 一家之眼 在讨论问题 啊 他说在把你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 把你一篇普通文章作为一个啊 刚领性的史学批评文章 啊 想给你戴上这么一个帽子 然后呢 他来解释 啊 他解释你看 啊 到现在为止 啊 就说中国的只有问题 哪个问题 没解 而且中国失去了 看待自己历史的方式 啊 他和底下和我注视 啊 注的 啊 这个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3年第三期 啊 我们第三期正好就是在14号出版 我这个文章里面没有这样的意思 啊 我 我想我们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 我们要抛弃的 啊 我是 那种跟跑 啊 我们不能跟着人家跑 啊 我们也要抛弃的 啊 是那种仰视 啊 只能够抬着头看 我们想我们要平跑 啊 一块跑 提头兵竞一块跑 我们想呢 要平视 啊 但是被他解读成为呢 啊 这样一个 对立 这样一个对立 最后 这位啊 我的文章是谈中国失去了 看待自己的历史的方式 啊 这个文章 幸亏找到了 啊 这个 请大家我帮忙把20年前的那张报纸找来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 也不奇怪 啊 也不奇怪 为什么呢 作为西方的历史学家 啊 他这样一个解释 啊 他这样一个认识 这本书呢 这个文章说呢 呃 英国这个是 主要的作者呢 是加拿大的 和这个澳大利亚的三位教授来写啊 不知道是哪一位 这我觉得很正常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啊 他们就是这么来看 我们明明说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 明明我们说的我们不能用别人的秘密系统来套我们的结论啊 明明我们说是离开了外国人离开了外人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啊 史学模式啊 我们自己就不能够走路了 我们就慈目担心了 我们是讲的这个东西啊 至于这个 嗯 不能够只值得研究世界历史 首先忘记自己的中国人 这个我用了这句话啊 正好接着机会我也说一下 这个是北京大学比较危险研究所的所长啊 约戴云啊 可能同学们都知道啊 一个一个女性的一个很知名的教授啊 比较危险啊 谈一届的夫人 是她在社会上开会啊 正好我也在场 这个会呢 主要是谈啊 我们副院长啊 乳信主编的十几卷本的世界文明大戏 美国文明法国文明德国文明 啊这个非洲文明 加拿大文明日本文明 啊我写了一本斯拉夫文明 在那个会上呢 这个约戴云讲的好话说的太多了 我不说好话 啊 我从海电 啊 东城区啊 一个社科院 一个会是在我们那个原部大楼 建国门开 我我从海电跑这个地方 我不想说那么多好话 好话 啊别人都说的太多啊 啊我想提啊 啊进行一个批评啊 请和诸位商榷啊 啊 他批评什么呢 他说你们这些个作者啊 大多就在国外工作学习的经历啊 啊你们的语言 你们的理论 你们的方法 都是非常优秀 啊但是这个书我看了看 我没有多看 但是我觉得很多作品 啊没有中国人的根 没有中国人的魂 啊如果这个东西 啊没有根了没有魂了 把一切都 拿到外国的这个体系中间去 啊这个作品的生命力 啊不会不会很长 但是他当时在会上讲 在那不久呢 在澳门的一次会上啊 然后这个我见到 这个这个佑老师 还有他的先生啊 唐先生啊唐一级 然后在外面那个会上 午饭的时候他就哈哈笑 他说那个话你是不是不爱听啊 你可不要在我吃饭 你不来找我三长 我说不是那样 我说我和你有同感啊 我和你有同感啊 我说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呢 在语言上在方法上啊 在这个 呃理论上啊 都应该具有啊 西方学者所具有的这种造诣和修养 同时我们有中华民族的根 中华民族的魂啊 有我们的啊 啊这样一个理念啊 所以这个 我是从这些个认识出发啊 写了这么一篇 这个最当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里面提示啊 他在这个作品 在这个箭条的这个书里面呢 他做这个解读 我认为呢 我认为呢 这就是啊 西方的历史精神 这样呢 我就可以对西方的历史精神做一个简单的概法 啊 西方的历史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啊 这样一种啊 它因为非常广泛的啊 为西方的学术文化啊 这个的合理性啊 来做论证的啊 在内有广泛基础的这种理念啊 这个观念 这样就是所有我们说的在很多方面啊 东西方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 这种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实在啊 是客观客观实在 我们不可能啊 让这个箭条的这个历史学著作史啊 他的结论啊 他的认识啊 和我在这个中国社会科学原报上啊 写的文章的这个啊 内容是一不可能啊 他写出这些东西很正常啊 写这些东西很正常啊 所以也正是这样的需要我们 啊 在这个学习西方史学史的时候啊 我们有一个啊 自始至终的这样一个一个认识 一个什么认识呢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 取其精华啊 弃其糟粕 广泛的积取啊 吸取吸收啊 这个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一些个积极的 有益的内容啊 而克服呢 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一些个啊 和我们的价值观 和我们的历史观 和历史事实和具体的啊 历史过程相悖的啊 那些个东西啊 那是属于啊 这个我们摒弃的东西啊 也就是说呢 把我们取其精华啊 取其糟粕啊 啊通过西方史学史的学习啊 吸取其中有益的内容 来丰富来完善啊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 来丰富完善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理论 在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 我想再重复 最后重复一下 和赵伟先生的话 啊 西方史学史啊 特别18、19世纪的西方史学史 啊 啊特别是 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 啊资本主义大踏步的 走上世界舞台 这个时期 他们史学发展过程中 所提出的问题 比他们回答的问题 更有价值 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 或者没有回答 或者是 答案已经被时代啊 所抛弃了 新的时代开始 而这些个问题 恰恰是需要 我们去思考 我们去回答 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 嗯 最近呢 这个北京搞了几场报告会 上海是搞了几场报告会 啊 北京也在搞 啊 是学西方史学史 通过学习西方史学史 使我们更强大 啊 使我们更壮大 使我们更丰满 啊 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 使他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啊 能够吸取到更多的营养 啊 能够使之呢 能够更好的啊 发挥出啊 他的科学 认识作用啊 和他的社会 社会作用啊 这个 小薇你看看 我就说到这了 不一定对啊 供同学们来参考 另外有问题啊 有意见可以 如果不 你们有时间呢 也可以提 好 我知道了 我尽可能回答 我不清楚呢 我记下来 我以后来回答 好 谢谢同学们 谢谢 嗯 好的 那个 非常感谢余老师 给大家做了一个 这么精彩的一个讲座 原因 一想到 余老师可能会讲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然后又半小时 给大家做 呃 做这个提问的环节 其实余老师 用满满的 两个小时 给大家做了 这样一个精彩的讲座 而且大家看到 余老师做这个讲座里面的一些 一些引用的材料 可以看出来 从余老师的热东式里面 我们看着余老师 刚刚说的 余老师作为一个 后备求新的点范 这样一个 确实是 从自己行间 就能看出来 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说 那个 余老师 刚刚用自己 亲身的经历 给大家 盖出了整个西方 发展历程 然后最终回到一个 所谓的 余老师自己 一种坚持的一个观点 刚刚余老师讲了一个 所谓的 没有理论 就对于历史科学 跟余老师 始终强调理论 事件很接受的一种方式 回到余老师自己的一个 所谓的 关于历史编撰 与社会发展 从这个一个视角来 谈整个西方 说出话语的精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余老师 你说 刚刚从余老师讲的 很多例子里面 我们看很清楚 我前面讲过 余老师不仅是 感谢他方以来 新中国史学的参与者 和所谓的 见证者 也是什么 也是中国 也是中国史学的 总之者和引领者 所以我期待余老师 以后能多 做一些口述的 一些材料 或者自己写 写篇关于中国 近代改革的 史学发展历程 的一个自传性的 一些文本 所以因为我们理解 这一段 史学发展历程 有很重要的一个 文献的价值 第二点 余老师提到 一个之前讲述 一个重要的话题 就是口味 西方学术话语 的历史精神 我听了很多 我简单谈一些体会 我想一点就是说 拿了这个题目 我想一下 西方学术话语 历史精神 首先这个 历史精神 就是所觉的是 确实说 之前没听了 听了多多 但至少 我们从常识角度 自己理解的话 你发现 如果我们换一个 方式说 中国学术话语 中的历史精神 我觉得这个 可能更复合 尝试一些 因为我们说 中国有约翼 的传统 从这个 所创造的 我们提现出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所谓的 一时为鉴的 很文厚的 历史与现实之间 关联的 这一种 所谓的历史精神 在里面 所以按照 刘先生总结来说 西方学术话语 中一个主流 共和的是一种 理性精神 他这里讲 理性更多 是一种逻辑理性 基于说求 几何一何意义上的 那一种所谓 追求永存的 那一种所谓的 知识 所谓启蒙理性的理性 成了一种 所谓 迪卡尔的 包括刘瑞 那一场 自然科学 一场的 那一种理性 那么很少 有一种 所谓的 追求变化的 那一种理性 不过我们说 余老师这里 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 他今天谈的 主要是从 不是谈在一种 所谓 中期史学的 一个 特殊性 角度去谈 而更多 是从所谓的 共性 角度去谈 他自觉地用 中国的那种 史学的 精神理解 以及对 他对 哪个 史学的一些 理解 去阐释 西方学术话语 中的一些精神 这种精神 不仅仅是 所谓的 所谓的 历史话语 当中的 历史 还说整个 西方学术 中的一个声音 所以 当时我拿到 那个余老师的 题目的时候 我想到 余老师会谈到 一个所谓的 从所谓的 近代以来 这样一种 所谓 从 维克天时期 到所谓的 对历史精神 不但强化 历史精神 这样一种 所谓的 史学思潮 这样一种 第二点 我觉得 就是说 一件机会 就是余老师 西方 这样一种 所谓的 Puritorical Spirit 这样一个概念 我想 可能他 这里体现的 不仅仅是 一个所谓的 就是说 他跟 他跟我们经常 讨论 那一种 所谓的 从逻辑学 或从历史 政治论论 角度 谈论 所谓的 Hitawa Sink 谈论 所谓的 历史思维 或者柯林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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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这样的思想 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 这里 我觉得 更多 可能说 余老师 一贯之的 所谓的 研究的思路 比如说 强调所谓的历史 跟社会发展 之间的统一性 这不仅是 余老师 对整个 西方史学的 一种总结 同时 他也是 对中国的 川普史学 西方史学 一种 系统的总结 他强调什么 历史 就是我们从时间 我们前面 给大家讲过 关于历史 跟社会 之间的关系 我们怎么看待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十间关系 的那一话题 我们在 在余老师前面 在上次大 一个讲座中 特别提到 所谓的 史学思潮 与社会 思潮 之间的关系 首先 它就是历史 我们先将 同一个热 历史社会 学的这个话题 就是在 在这个所谓的 德国历史主义 那里 以及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 时空中那里 历史跟社会 始终是一个 所谓的 是统一体 内代统一体 首先历史 就是什么 就是社会 是社会的 横结面的方式 看待 看待社会的方式 而社会是什么 就是历史 这样一种 纵向的 历史是纵向的 看待社会的方式 而社会是什么 横向在历史的方式 两者我们就把所谓的历史 跟社会 之间 同意起来 这可能就是 我觉得 就是说 那个 余老师在理解 所谓的历史精神 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觉得跟我们 通常的理解 那一种 从内在的方式 我一小就 从认识 表面谈的历史思维 是不一样的 他从强调 所谓的 内在的 内在的 所谓 跟所谓的 外在社会 之间的 关系 我觉得这是 我的一点体会 从下 还有点是 先把 我们留给 我们课上的同学 以及 线上的同学 可以在 网上 请一些问题 好 看看哪个同学题 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的题目 发现什么 那个 余老师 你能看到 后面那个 那个聊天 里面 看到吗 聊天 里面有什么 这些问题 聊天 这里 对 这里 那个左边 这边 你能看到吗 这边 我看 录制 看到了 看到了 聊天 里面有 18条聊天 我不知道 先说 我们先 要是先 简 简一个自己 感性 话题 可以去回答 我们还有 时间 误作 看看 看看 我看看 好 这有一个 叫 郭校园 西南大学 文学院 我读一下 余老师 您好 听了您的讲座 很受启发 想向您 成就两个问题 作为外行人 我对西方史学研究 和历史哲学 概念界面比较模糊 所以 想请您 做简要区分 这个 我想的 这个 历史哲学 是西方史学研究中的 内容之一 这个历史哲学呢 在16世纪 就开始 作为它的 这个概念 就开始 提出来 开始 这个第一个 做得比较好的 应该说是 维科 另外的 在发展过程中的 一些里程碑的人物 比如像 富尔泰等等 历史哲学呢 是建立在 历史研究基础之上的 一种哲学思考 但是这种哲学思考呢 又是回答历史过程中的 一些的 重大的理论问题 也是在实证基础之上 来提出 我觉得 这个 我就介绍 你看本书 就沃尔石的 那本书叫 历史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他是以二战为界限 简单的介绍了 思辩的历史哲学 和分析分析历史哲学 但是虚实主义的 他不谈 没有谈 二战以后写 这本书呢 篇幅不大 篇幅不大 这个80年代出版的吧 读起来也比较轻松 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你在想到中 第二个 海登怀特在中国的经历 怀特进行的是 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语言 语言学理论的资源 而他在这里 理论正是被后现代为主 所针对和供业的目标 这或许是他自己认为 他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原因 那我们把 他作为后现代主义者 这样的看法 是否有些简单 另一方面 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写作 也是一种实现 家庭出身 也使得他和马克思主义 有一定的亲缘性 我想这是 他觉得自己是 社会主义者的原因 那么历史写作 是否可以作为 实践的一部分 被纳入历史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 我因为怀特呢 是在中国这个影响很大 他到北京来呢 我们只是开了 不到三天的会 在会上呢 这个我觉得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 是 还不是他的一个理论方法 就在会上呢 他 包括伊格尔斯 对他很严厉的批评 那是我们的谴责 但是呢 到吃饭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怀特呢 和所有的人 和批评者 特别是和伊格尔斯呢 谈笑丰盛 因为当时我们还觉得 这个 怕 因为我们作为中造主嘛 我们就希望每一个人都高兴 每一个人都愉快 我们怎么来安排这个事情 他们两个人作为紧挨着 两个人 说地牌 这边的人 在谭小鹏生 在这个地方 后来我们就找到这样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也是后来我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 在研究所反复提唱 我觉得跟同学们说说也无法 是通过这个怀特呀 和伊格尔斯和大家伙的这个交流中 我们想到这么两个原则性东西 一个呢 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不怀疑你的能力 你观点我不同意 但是我绝对不说你这个废物 你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我不怀疑你的能力 你能力很强 你是一个优秀的教授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历史学家 但是你的观点我不能同意 这是两码事 第二一个原则呢 就是我可以批判你 但是我首先要学会欣赏 也就是说不能分文不值 一棒子打死 甚至到人身攻击行动 怀特呢 他认为他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讲的是社会主义的理念 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很轻松 就他那个神情 我现在想去就在眼前 而这一格尔森呢 就讲你的社会主义 和中国人讲的社会主义 不是一码事 而你的这个社会主义呢 是仅仅是作为一种 学术上的社会主义 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呢 是一种信仰 是和信仰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想怀特的这个思想 很难有一种统一的说法 就是在荷兰 在美国 在欧洲 就是在包括在我们中国 不可能找到 同样的一个最怀特的解释的 这个说法 这些东西呢 我想就是我们 那个会的总结的时候 也谈到 所有的这些个问题 一家之言 我们尽可能的 来这个释开 来释放 来宣读 来介绍 一切事情 让实践来回答 历史的最好的朋友 是实践 实践是历史的好朋友 随着实践的推移 这些个 历史学上的问题 或者历史过程中的问题 都会有越来越加圆满的解释 我就简单回答 你这些 看看 还有 中山大学 这个是叫陆文锐 余老师好 中山大学组织的老师好 我只有一个小的请求 就是怎样才能够得到 余老师的一份讲稿 尤其感兴趣 余老师讲稿 你最1789年以后的 法国社会基金内容的分析 最近在相关作业的时候 相关内容实在是不了解 今天听了余老师说感兴趣 这样我这个讲稿 我这个散会以后呢 我发给 发给咱们组织 好不好 我看我有没有 你这个信息 那个余老师 你会发的那个 我发给 我就发给小伟吧 好不好 我有你的那个 我有你的那个 那个微信 好不好 好 好 余老师 我就发给小伟吧 谁也是愿意要 谁知道 找小伟去要 对吧 这些东西呢 反正大家我看 就写文章就不要引用 它就 好不好 因为相关的东西 因为它是在不同的论文里面都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主要是大家 我学习吧 参考 来参考 看到这个聊天了 还有这个 还有余老师 您好 我们如何理解历史社会学 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理解 历史社会的英国关系 这个 历史社会学 这个 我想呢 这个也 这个是二战以后出现的一个 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它的出现的原因呢 就在那 就要弥补两个缺陷 历史学的研究呢 是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个案 只见树 不见森林 社会学呢 是只见森林 看到树 历史社会学呢 是又要看到森林 又要看到树 在这个基础之上 在宏观的基础之上 来展开它的 这个研究 在国外呢 它是用这么一个英文字母的 T 一横一竖 UST的T 来表示 叫横向的 这个 延伸 越广阔越好 那是社会学的内容 T的一竖 往下 的深掘 越深越好 那是历史学的内容 在那个集合点上 最精彩的东西 就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的东西 但是二战以后呢 特别是 这个 二十世纪末 二十一世纪初以后 这个历史学呢 发展非常之快 社会学的发展也非常之快 历史社会学呢 也在 变革之中 但是我想呢 最一般的一个最基础的了解 你就认为呢 历史社会学 是要解决 只要解决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又要解决 只见森林 不见树木 这两个缺陷 它不是一加一 在这么一种 这个 简单的价格 一加一怎么样 它是一加一要大于二 它是要 就要丰富历史学 也要丰富社会学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不单纯是一种方法 而是一种历史研究的理念 一种思想 如果简单的把历史社会学 就是史学方法 加社会学方法 那个就 我觉得那就是太狭隘了 历史社会学呢 是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理念 新的历史学的思想 新的历史学的观念 是历史学的一个一片 一个新的天地 一个新的天地 美国呢 它这个 这个美国人文科学院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做过一个专场的 这个学术素谈 就是讲历史社会学 我有幸的参加了 这次座谈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所以这方面的东西呢 我记得比较清楚 共参考吧 这个共参考 你有什么东西呢 时间是历史研究 最好的朋友 也是最大的敌人 这个话没错 问题 同样任何一个事情 都是这样 看你是怎么理解 一把锋利的刀 是厨师的保卫 同时也是杀人犯 的一个工具 这个 关键的就是 你怎么来用它 怎么来思考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又多说一句话 就是 我们现在呢 这样 唯物史观 这非常好 但是 经典作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样一个命题 就是 唯物史观的学说 如果离开历史辩证法的支持 它是不完整的 而历史辩证法的思想 这方面的确切 好像去年什么时候开过一次会 也是网上开的会 小伟帮助联系 当时陈生书记来主持这个事 还有什么 余老师你好 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 微观史学又对新史学中出现的问题不难完整 当今的历史研究如何平衡好宏观史 也会微观史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微观史学和宏观史学现在出现的问题 我们不用挑战或拨乱反正来判断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发展的过程中 在这个地方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做宏观史的目的 绝对不是要轻视宏观史 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做好微观史 我们做微观史的目的 绝对不是要抛弃宏观史 而在微观史深入研究取得一个有一个进展的情况之下 使得宏观史呢能够做得更好 它这两种之间呢是内在联系的相辅相成的 这个是不可分割的 而且这个不存在了彼此的对立 我们讲宏观史就是要抛弃微观史 讲微观史就是要放弃宏观史 不是那样 宏观史做好了 微观史才有希望 微观史做得越精彩 这个宏观史才能够越有影响 越有这个生命力 是这些 另外还有一丝新来一个 于老师好 顾老师好 卡尔普普曾激烈批判历史主义的决定观点 同时也指出通过研究历史 来达成他对未来的预测 对于历史本身的全面理解 是荒谬的 同时 菩萨系统理论 也表明历史事件 在发生去有一定的随机性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预知未来应是人们活着的一个信念 和本能 否则就像 威特克斯坦所言明天见 这样的问候语都是无意的 请问应该怎么看待 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是 可以这样来 来回答 分两个方面来回答 一个是普普尔的这个 批判历史主义者的 批判历史决定的这个批判 这个批判呢 它是超出了 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的范畴 因为这本书呢 历史主义的贫困 那本书呢 国内有三个一本 一个红色封皮的是 华夏出版社的一本 一个蓝色封皮的是 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一本 还有一本是黄色封皮的 净装本 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 一本 三个一本 就是 普普尔的这个书 普普尔这本书 一本 唯独这个 是和书版社的 那个一本 是一个 是一个完整的一本 所以完整一本呢 就是这本书的前面 有一个提词 这个提词呢 英文本是单独的一页 所以中文本的 尽管是几行 两行小字 它也 这个 是 有一页 一页 再一页 这页的原话 我记不清楚了 大概是这么 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绝对不会有错 这个英文当时 我们还抄下来 它的 这个 它的这个提词是 这金一死书 献给在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迫害之下的 男人和女人 这男女们 大概是这么 这么一个提词 所以这个 就这样一个本书 这样一个提词呢 我们不说在北京 在广州 在上海 在中国 就这个书呢 在西方 这个 也是 这个有争议的 有争议内容的书 因为呢 它里面所谈到的 一个历史 在马克思的作品里面 找不到 相对应的 这样一些个 著作 没有 也没有处处 所以 奥地利的一些个 学者提出来呢 说这 它批判 它的这些个批判的 最像是伪命题 为什么 那不是马克思的 思想 不是马克思的作品 但是这些问题呢 我们也没有 做更多 更深入的 我们像呢 比如你要批评 哪一个东西 哪一个观点 那一定要把它出处 写得清清楚楚 哪本书 哪里 哪一版 第多少页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想这是第一点 另外呢 就是Popper的一些个 一些个思想 它是在不断的转变 变化过程中 在中华的过程中 他提出来的一些观点 很多是自己放弃了 自己又否定 所以简单的 这个西方人呢 就是把Popper作为一个 在理论上 把马克思主义 勃早的 这样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呢 我们不做评价 就是在现在在西方 也没有多大市场 认为呢 不是这样 因为Popper的很多观念 很多 他的 这个政委的一些个证据 在马克思作品里面 并没有找到 并没有找到 在他文 马克思的文本里面 没有 相反有些的是 马克思的作品里面 引用的东西 比如引用的 那不是马克思的东西 所以还有一些个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些东西需要细化 需要细化 这位同学都年轻 我想呢 有的是时间 来认真思考 这些个东西 我前年呢 是有机会 在商学书广 开了一个会 就是纪念 他那个汉语世界名著 出版了750本 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呢 请我和北大的 南韵老师 所以嘉宾吧 其实就是熟人 做一个 这个发言 在这个发言 我就特别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商学书馆 把这750种里面 凡是涉及到 马恩 三个理论来源的一些个 世界第一流的 大的思想家 包括从黑格尔 到大卫里加图 等等 这作品呢 分成三类 单独的 这个出版 印的非常漂亮 就是完全是 汉语 这件名著的作品 而这三套书呢 代表了 马克思 主义形成过程中 马克思所研究的 这样一些个 重要的作品 研究了 这个黑格尔 黑格尔的作品 主宰那地方 你会发现 只要我没有 任何一个人 没有成见 就是马克思 起点 是黑格尔 但是他超越了它 所以这个书印的是 这个 这个 非常好 印的也非常 非常 非常的 应该说 很及时的 这么三套书 完全是 汉语世界 民主的作品 这个霍耀邦 活着的时候 讲过这样的话 那个说 他还不是党的领袖 所以团中央的书记 我那时候 也是个年轻人 他讲这一个话 他这个 相信马克思的学说 仅仅凭感情 现在已经不够了 但是对马克思 学说有感情 这是很高尚的 好事 但是不够 因为 风了大风大浪 来了时候 你就会产生怀疑 说怎么办呢 就把马克思主义 三个来源 的那些个 欧洲的那些个 大的思想家 大的理论家 的作品 也读一遍 能读多少 读多少 这样就知道 马克思的 这个理论体系 是怎么形成的 就知道 马克思的高明之处 高明在哪 这样呢 就是任凭 风起来 稳缩 在任何风浪 面前 李作为脑筋 是很清醒 当时我记得 胡耀帮助 说过这样的 一些 好的 余老师 也不早了 余老师 今天花很长时间 两个多 要是 给大家 做讲座 还很 老累 要不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杨老师 回来 有三个 这个问题 那个 海文 刚刚起的问题 可能 杨老师没看到 你要不要再读一下 哪个问题啊 在前面 海文可以 我找不到 你说一下吧 海文 说这个吗 是这个 余老师过来好 卡尔波尔 波尔这个吗 往前 再往 刚才 你往 往前走 微观史学 宏观史学吧 再往 时间之力 年最好的朋友 不是 往回走 往回 波尔这个 没有了 再往回 再往回 历史纯粹性吗 是这个 我没有说 没看到 不是 历史社会学 在上面一个 历史社会学 上面一个 我找着 对 后主义 你的发展 哪个 哪个 再往往回 我也找到历史社会学了 历史社会学 在后面 是吧 往前面 往前面 好 这个 后主义 后主义的理论 发展在史学 研究领域的 激进版本 已经到了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阶段 一方面既体现了 后现代的 去中心化诉求 一方面又反过来 促使人 作为一个整体 帮放在更大的框架内 从前思考 在这种思考 似乎又无法有力的 推动西方人文主义 内涵的更新 国内对后史学 也有更多的审视 而相应的史学实践 相对更为慎重 那么我们的史学体系建设 如何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精神的坚持 这个我简单说一下 关于后史主义的这个史学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我看看什么 简单明了的来说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先介绍一个情况 就是美国一位 很有名的教授艾凯 梁淑敏的好朋友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雇员 中美建交的时候 尼克松的特别助理 这个是艾凯 他到过世界理事所 我请过他 到世界理事所呢 他讲了 我把他那个讲座里面的 一部分写成一篇小文章 在我们的史学理论杂志上刊登了 就一种值得重视的观点 但后来呢 新华文哉全文专达了 这个他一个我说的一个什么值得重视的观点呢 就是他说这个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中推打鬼 这个鬼呢最早是在欧美出现的 当来当去 现在当到中国 中国的比欧美要慢半拍 这个欧美的后现代呢 开始退潮 那中国呢 现在正是热乎劲 中推打鬼 就给他这个打出去 但是他这个观点呢 世界理事所的一些个年轻的研究人员 当即就提出来了批评意见 就是批评艾凯呢 说是你不懂得后现代 你说的不对 而且批评完他就批评我 说这个余老师 你作为研究所的所长 请什么人来 你要慎重 你这么找他来 他说不可能不懂 他说当时呢 我就跟艾凯来解释 我说中国 我这些个年轻人呢 独身子女没教育好 不懂礼貌啊 我说向你道歉 你不必介意 但艾凯讲呢 我不介意他对我这个批评 他们认为我是个帝国主义分子 我说什么都是错的 他说什么我不介意 但是如果他们真认为后现代 是个宝要来这个 拯救中国历史学 而且中国史学的发展要 建立在后现代的基础之上 说那你的任务就踩中了 这个观点是错误啊 这个错 这个黄契新 台湾的一位教授啊 他一本书 就关于后现代的在国内 在内地出版过 他讲过这么一个话啊 我在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里面 公开来回答了他 他讲的什么话呢 他说 他说中国有一些后现代小子啊 这是原话啊 他该起的名 这帮后现代小子呢 太厉害了 太张狂啊 认为历史学死了啊 历史学家也死了 中国的历史学啊 要摧毁 然后建立起新的历史学 而这个新的历史学呢 应用后现代的理念来建立 他说我担心啊 我这个以后再来大陆的时候 中国历史学这个辉煌大厦 被摧毁了 如果那样我就不来了啊 就太难过了 太难受了 所以当时呢 这个历史研究呢 找我和几位 和这个彭刚 清华的和 董立和师大 另外还有美国教授 德国教授 台湾的黄金星 一块写一组文章啊 在那年呢 查一下吧 2005年 是2015年 我记不去 写了一组文章 写了一组文章呢 后来我就跟编辑部 我就跟人家 我说 我说这个黄金星 这个黄教授担心 这个后现代小子 要把中国史学大厦摧毁 他以后不想带到北京来了 我说我想公开来回答他 可以不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啊 我就说黄先生 你是多虑了 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 所以我现在想 就这个问题啊 我介绍一个背景情况 我只要想说一些什么 这个后现代呢 他也是在 演变过程中 我们呢 不是是把他作为这个 洪水猛兽 从政治上 把他作为虚无主义的 理论根源来谈 我们要吸取他里面 一些个 比如对中心 欧洲中心论呢 对于这些个 历史人士过程中的 这个简单化的倾向 有用的东西 我们要来吸取 但是这个只是 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 一页 其中的一页 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 整个新的历史学的代表 要取代如何 这个无论在欧美 还是在 东方 在中国 那都是 这个不可以实现 西方的历史学家呢 写了很多说 捍卫历史 保卫历史 把后现代作为一个 要把这个 历史学大厦 炸毁的 毛髓 其实这样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包括 罗伦斯 是通他们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事情 我讲到 它就是 历史发展中的一页 就是历史学 发展过程中的 这么 一个内容 这么一部分 这个 对待它呢 我们不 给它过多的 更多的来解读 而不对它抱有 更多的 这个 解读 过分解读的 这样一个期望 同样呢 也不抱有更多的 特别摒弃它 把它作为 洪水猛兽的对象 这样一个对象 它就是 史学发展中的一页 就是 这一页呢 它怎么发展 会有 看不见的手 那就是 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 这些个 规律学的内容 来影响了它 来左右了它 这个历史学呢 我们学 作为历史学的老师 作为历史的同学 我们有个 时间 这个历史的感觉 30年 50年 对于人的一生 这30年 50年 那是很漫长 当然 对于一种学派 一种思潮 一种学说的发展 30年 50年 那个 不至于提 那真是贪执一回见 所以我们就 要认真地来思考 认真地来看 好不好 我就说了一些 供读位来思考 总而言之呢 我们是史学工作者 不管是老师 还是同学 我们用历史学的 这样一个视角 用历史学的 这样一个时间 用历史学的 这样一个思维 来对待 我们所面临的 历史学发展中的问题 这样呢 很多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余老师 非常感谢余老师 花了两半 给大家做一个 非常精彩的讲座 余老师就坐在休息 我们期待 下次有机会 去余老师 在现场 给大家做指导 以后有时间 准备进行聊